大家好 我是田园 今天要分享我的私房菜 酸料拌豆腐 健康 美味 又有营养 非常棒 做法很简单 我需要这种硬豆腐 也就是我们中国人通常说的老豆腐 就是稍微硬一些就可以 那我只用了这一盒中的200克 锅里烧水 在水里放盐 水烧开以后 放入豆腐 煮2-3分钟 取出来 要把水分沥干一些 然后再把它压碎 把豆腐碎码在盘子上 现在要准备第一道料 就是酱汁 我这里用到了花生酱 你可以用芝麻酱代替 或者花生酱和芝麻酱都用一些 那记得这里的花生酱不要太多 不然口感会偏腻一些 所有的比例我都写在这里 我用了一点辣椒粉 那如果不吃辣的 你可以减量 但建议都放一些 醋的量也要少少的放一点 那如果比较浓稠的话 我们可以加一些温水把它调开 浓稀程度大概像视频显示的这样 提起来能够留下来 这样就可以了 浇在豆腐碎上面 这个酱汁非常香 你可以尝一下 现在准备第二道料 我切一些葱花 还有中等大小的西红柿 切成丁 比例都在这里 炒锅放少量的油 先把葱炒香一下 再放西红柿 用盐和糖调味 这个糖能够平衡西红柿的酸度 酸酸甜甜的非常好 我稍微会多放一点点 把它炒软 我们的第二道料就做好了 这道料理 豆腐经过盐水煮过以后 它富有弹性 保留豆腐原本的香味 加上中间这道酱汁 立刻让豆腐的味道 变得丰富起来 第二道的酱料 葱花炒西红柿 更是让豆腐变得清新爽口 层层叠叠叠三层不同的风味 加在一起 非常美妙 尤其适合夏天 开胃爽口老少皆宜 如果你想减肥的话 吃它也很不错 这道菜没有什么特别的技巧 只要记得用硬的豆腐 拌的时候就不会出水 酱汁要按比例 尤其是花生酱和酱油的比例 要把握好 另外呢 可以增加自己喜欢的味道 比如说花椒粉 其他辣椒酱之类的 最后分享几道田园近期做的豆腐食谱 大家只要收田园加上菜名 就可以找到视频 就像家里面 在加快水入颜色 宝钰 旁边联默 旁边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